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财经类的话题 希望带给您更多的思考和满满的正能量 没错 祝大家多金多金快乐快乐 那么上一期我们谈到的是网络购物这些事 我们这一期还继续延续网络的话题 我们说说互联网 英特网 其实互联网是始于1969年的美国 从创立到现在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了 但是它真正飞速发展是在这20年 所以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把时间锁定在 1995到2015年这个区间段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互联网 在这20年的一个变迁 没错 20年前 64K的宽带国际专线 带领中国互联网与世界接轨 这20年间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如见 历史性的改变颠覆了我们的生活 据权威的报告 记录着目前中国上网人数已经达到了6亿1800万人 而在97年才是62万人 如今中国拥有3500万个网站 而在97年只有1500个 如今宽带的网速达到了百兆千兆 而90年代 多数人通过电话拨号来上网 这20年 上网接入端和形式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起初的大型计算机到如今超薄台式一体机 超级笔记本 平摆电脑 包括电视都可以轻松上网 这20年 中国的手机网名从无到有的发展到了5亿多人 20年前 匮乏的信息分享参差不齐 而今天 我们通过互联网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 购物 支付 聊天 视频 五花八门 今天 我们依然努力 让时间和空间不断缩小 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展开头脑风暴 碰撞思维 让我们这个世界紧密相连 那么在1995年的时候 大概有3500万人在使用互联网 很多了 非常多 当时只有 但是这3500万人当中 大部分的用户都来自于美国和欧洲 20年的时间 谈指议会间 到了2015年时 当初的3500万人呢 俨然变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 没错 28亿人 是 而这其中呢 亚洲用户就占据了半壁江山 中国呢 占23% 其他地区占28% 没错 那么20年前呢 这个互联网啊 大部分都运于工作当中 到了现在呢 工作 学习 社交 娱乐 衣食 住行 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 样样都离不开互联网 没错 那我这儿呢 就有一组数据显示 12到24岁的美国年轻人呢 超过一半使用Facebook Instagram等社交网络 87%的人 手机是从不离身的 80%的人呢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手机 44%的人 每天都会拍照 拍视频 76%的人 会把这些照片和视频呢 放到社交网络上 看到这儿 我就想到了你 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你 你说说你花了大价钱 去日本 去南非旅游 不好好感受一下 当地的风土人情 不好好欣赏一下 这异国风光 你把你的时间和精力 全都拍照 上传到别人那儿去分享了 你至于吗你 你滑得来吗你 是啊我跟你说 我来上厕所 还有我还没有说完 对 上厕所也要带手机 你这不带手指可以 不带手机不行是吧 根本不行 你别说我啊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跟你说 没事就在办公室里呢 自己自拍 还用美图秀秀 po到各种微信 微博求赞 让别人夸着你是女神 是不是感觉好不好 心里舒服多了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我们俩 很多人现在都这样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老许家那小许啊 他儿子天天就真正实现到了家宅 有了电脑在家能坐住了 足不出户 一坐就是一天 没错 所以估计不久的将来呢 我们的生活就变成 吃饭睡觉上网 吃饭睡觉上网 太形象了 其实我想啊 我们的生活真的被互联网改变了太多 太多 举个小例子 以前跟闺蜜姐们好久不见 肯定都约在咖啡厅 茶秀 聚聚聊聊 现在呢打开微信问个好就行了 这是人也见不上了 聚也聚不起来了 还有啊 我以前字写得可漂亮了 哎呦喂 又夸自己 你听说过这个自如其人这句话吗 一手捐秀的小凯啊 现在呢 字怎么写都忘了 没事啊 有度娘和Google呢 没事还能给你翻译一下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这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 这个个人电脑的硬件软件呢 也在飞速的发展 这个移动设备呢 变得越来越便携了 对 而且它在不断更新呢 对 欣欣你是果粉吗 我当然是了 我从iPhone4的时候就开始用 你说这个iPhone怎么更新的那么快呀 每半年甚至是一年更新一次 对半年一次半年一次 办公室人全换手机了 我这不换都说不过去了 真是跟不上潮流 以前呢我跟你说我用iPhone4 但是在iPhone5的时候呢我就没买 iPhone6买了吗 iPhone6又买回来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变大了 它的设计理念呢变大了 所以人们都需要用大屏幕的手机 那么iPhone5呢唯独就变长了 网上有一个笑话你没看吗 到iPhone12的时候就变成一把剑了 所以说随着互联网的这个变迁啊 这些一切的一切都随之改变 而这改变的速度呢 真的是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早上好 又到工作时间了 又上班了 刚买的Windows95让我开个机先 这可是刚上市的Windows95啊 朋友说比Dos好用好几万倍呢 亲爱的帮我更新系统了没 都卡死了 开机了 让我拨号上网 不是 网速怎么还这么慢呀 我看一个五分钟的视频都卡半天 现在文档也卡这儿了 今天上网速度真快呀 一个网页三分钟就打开了 你快派人过来修 Windows95就是不一样啊 这就是啥呀 开始 开始你个头啊 你爷爷还用Windows呢 我这是苹果笔记本 拜托 呀 这个开始键里面包含的程序 太多了 太好了 再也不用Dos输入代码了 哪个程序 哦 MacCleaner 呀 Windows95还支持 同时打开多个桌面呢 真方便呐 不是啊 我没有打开太多窗口啊 也就二十多个 哦 这是个啥 Microsoft Office 啊 点开看看 Microsoft Office 多少年都没用过了 哇塞 好多办公软件呢 啊 Excel Word PowerPoint 啥都有 微软真厉害 别呀 我那配置里面好多个文档呢 删了不都丢了吗 哦 我还可以更换桌面背景呢 哎 你看看十多种选择呢 哦 对了 你昨天是不是动我电脑了 我的桌面背景怎么变成星空的呢 我也要我小狗狗的照片 哦 耶 玩一下防火墙 我的屏薄也要换成小狗狗的 哎 等一下 这是啥 你说啥 中毒了 中毒是啥 中毒你个头啊 我再重申一遍 我这是苹果笔记本 哎呀妈呀 真哑不下去了 靠 干啥的 撑你这谁说的 不知道啊 请看 我们大师去的 看不然 你来去的 欢迎回来 这里是旱天卫视全新推出的财经生活类栏目新乐派 我是赵鑫 我是郑乐 我们这期呢 说的是互联网发展这20年 最受人瞩目的呢 可能就是新一轮的商业模式和机会 这个应运而生 那么就此问题呢 我们今天也特别请来了 金融分析师陈冠宇先生来做客 冠宇你好 欢迎冠宇 陈冠宇大家好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首先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各位汉天卫水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20年的变迁呢 使我们的生活呢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在经济这个大潮中 网络经济跟经济 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我想说大家最近看了一个很热门的电影 叫做猪肉纪公园 猪肉纪公园是象征 那时候是恐龙时代 恐龙时代结束之后 然后出现了普务动物的时代 那我们用这个来比喻 比喻互联网事实上是非常贴切的 因为互联网基本上就是一个新的时代 把我们传统的生意模式 生意的情况都充分颠覆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猪肉纪公园的时候特别有感触 因为完全是以后的人 在看我们现代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 就好像在看猪肉纪公园一样 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呢你只用互联网 你什么时候查一些资料啊 你看看新闻啊 你真的是out了 你不拿它做点生意赚点钱 我觉得真对不起这个大时代了 你知道吗 还有交朋友也得用互联网 对 那为什么会造就这样一个变化 事实上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说整个技术环境的变化 这种好比说以前火车发明之后 改变了人类通讯的旅行的距离 然后那个飞机的发明之后 就产生了跨际的旅行 然后电信的发明 internet的发明之后 现在基本上把所有世界的 所有一切东西都变成了平面化 所以有一个书叫做地球是平的 所以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现在有说互联网1.0 2.0 3.0 事实上它不断地演化 那不断演化当中每一个 每一个时代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特性 像现在最动用的特性 就是所谓的移动 移动通讯打手机 就自能型投讯是从iPhone开始的 在iPhone开始到现在才是第六代 那事实上也没多少时间 大概在五六年的时间之内 就有这个 可是它改变了多少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所有的商业模式 都围绕在这个智慧手心出来 只要有新的技术 这个技术被大家所接受 那这个新的商业模式 新的这个公司就会有机会 那在互联网这个大背景下 这个新的这些商业模式和这个特性 你觉得有什么共同点吗 我想主要的共同点就是说 因为技术的更新 打破了传统我们做事情的方式 那电话来讲以前没有电话 所以以前没有电话的话 我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是通过邮件 那邮件的话是用码来载这个信 所以当时的通讯就很不发达 那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那这个东西就局限了所谓的沟通的问题 但有电话之后 你看一下子整个电信事业产生了 那我们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说互联网 互联网的概念就是说 今天所有人都有机会 所有人的平台都是一致的 你可以透过互联网连接到世界上 所有每一个人 所有每一个人的机会 而且是智能电话 而且是智能电话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模式来讲的话 就是说对于很多种 以前不可能想象的一些商业模式 或商业行为 都在互联网上成为可能 最火的一些项目是什么 其实它是有阶段性的 就是说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知道所谓的电子商务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亚马逊 eBay 就是在利用互联网做生意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可是从这个电子商务发展到后来 就是所谓的社群商务 什么叫社群商务 我听不明白 是社群商务很好 可是我说一个名词 大家就知道了 微信还有这个Facebook 脸书大家都用吧 对 你微信上面有 社交群体 社交群体 所以叫社交群体商务 就是说第二代的这种 所谓的互联网的应用 就变成叫做社交群体商务行为 就是说今天你在脸书上面的活动 大概都围绕着我们认识的朋友 但是这部分已经产生了一些商业行为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利用我们的朋友圈挣钱了 的确啊 你如果去年的话 我第一次收到微信红包 然后呢 有抢红包的游戏 就是朋友发给我的 事实上我也不认识那些人 所以大家抢红包的时候 事实上我已经收到一笔钱了 所以如果说 我第一次用社群媒体开始赚钱的话 大概就是从微信红包开始的 对 那可以在朋友圈做生意吗 可以啊可以啊 事实上社群商务的概念就是说 只要你有发挥影响力 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做所谓商务活动 那我觉得最有名的是什么 是YouTube YouTube上面呢 大家有听过很多故事 有一些 我提过一个故事 好像是巴西的一个模特儿 他好像是模特儿台上退下来 他在那个YouTube方面开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什么呢 专门帮小朋友猜玩具的 然后呢 这个频道呢 猜玩具 对猜玩具 猜玩具有谁看啊 这叫做开箱文 这个网络术语叫开箱文 就是说一个新产品来 然后呢 我帮你打开来 跟你讲说里面有什么 这个玩具是长什么样子 什么形状 对不起啊 我们听起来 我们这个年代觉得很无聊 可是小孩子超喜欢看 陈老师 我跟你是两个年代 我还可以讲 是是是 所以我想说 可是这个 可是受到追捧了是不是 追捧 而且它有上千万的订阅量 是不是有点 我特别享受那种 刚买回来的电子商务 私膜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吧 对对对 那个你赶快在YouTube上 开一个做菜的 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只有你 只要你有好的ID 只要你可以创新 你完全可以去 自己就开始 开始风生水起的 去做一些事了 对 前提就是说 你要有追随者 就是说你要有个人特色 然后呢 你的东西要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你吸引你自己的族群 那你只要有固定的族群 就表示你有价值 你有价值自然会吸引 这些广告组啊商业 刚刚我提到那个模特 他现在赚的钱 比他以前当模特 不知道多了几十倍几百倍 就人家在上面开广告 对那事实上就是 刚刚你说的 如果乐乐你会煮菜 或者是欣欣 你会做什么特殊才艺的话 你都可以po到网上去 都可以po到网上去 对 然后当然就是要吸引 足够的量 对那你 因为说到这个商业形态 我们第一个在美国 可能就想到的是 亚马逊和Ebay 对 这个商业形态 您觉得如果我们再创业 再选择这样的会过时吗 那他们凭什么 就一下子迅速的就穿起 就别人屹立不倒呢 其实他们成功 当然有成功的道理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时代的先虚者 其实亚马逊他起步 最早他只是一个概念 就是那个我们知道 这个Jeff Bezos 就是亚马逊的创办人 那他其实是在 美国的投资银行工作 然后呢 其实当时的收入也很好 可是那时候刚好是互联网 这个时代兴起 刚好有听到互联网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那时候开始在思考说 我在互联网上面可以做什么 互联网特性是什么 他发现说互联网基本上就是个数位的特性 然后呢 是一个讯息传递的书信 他就想说 传统行业有什么东西 我透过互联网可以做得特别好 那他当时想到就是卖书 因为书大家知道是一个资讯的东西 然后呢 一般人要去买书 要收集大量的书 我今天去书店逛 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找到我要的书 他直接就给你一个排行 对 他直接就给排行 然后把美国书可以做一个推荐和介绍 对 计划的一种推荐 对 所以当当时他想到这个构想之后 他发现没有人做这一块 然后他觉得这一块是非常好的生意 所以他那时候毅然决然地辞掉他的工作 然后一路钻进去 然后呢 的确也让他开展了这个 发现了当时的所谓的新大陆 所以他的名字也有 取得有意思叫Amazon 就是一个亚马逊 就是一个开拓的意思 Ebay呢 Ebay又是一个什么形态的一个变化过程 Ebay好像刚开始是拍卖的形式是吗 Ebay的概念其实也有意思 Ebay概念它也很简单 它就是在网络上让人家交换东西 就是说一般人 因为美国有一个文化就是garage sale 就是说我家里不要的东西 我今天周末的时候 我在庭院里面 挂个牌子让大家来 5块10块我就卖给你 因为我刚刚出清存货 其实美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 旧物 中俗和习惯 对 我们叫做旧物出清的一个活动 那只是说 Ebay就是结合这样的概念 最早期它是结合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 你既然要在家里庭院车库卖 对不起 我拿到网络上 网络上很多人用嘛 让我把你的东西照照相 放到网络上 我就帮你做这个平台 让人家可以通过网络来买你的东西 结果也是一炮而红 因为太多人用了 那不管是Ebay还是亚马逊还是阿里巴巴 那么这20年的变迁呢 带给我们网络很多的支付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PayPal 支付宝 那跟观众来说说这些是什么回事 这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说涉及到金融的东西 那金融的话 大家听过一个名词叫做金融服务业 对不对 金融服务业 所以金融不光是金融 实际上它是一个服务的形态 像有哪些人不是透过 你不是透过Ebay买东西 你像微信不是又可以除了微信红包之外 微信上面也可以支付支付宝的功能 没错 对 然后PayPal的话就是说 那种你用Email 去把你要转的钱转给别人 然后再说最实际的就是网络银行 谁不是用自己的iPad 网络你的手机电话在上面查你的信息 那银行也能干吗 这不是巧生意吗 我跟你讲 这就是恐龙灭绝了 银行你看它是大恐龙 我跟你讲 这大恐龙迟早会被淘汰 而且很快 OK 任何一个商业形式一惊心使 就是一个蔓延那种 就是速度特别特别快 像这个Uber 对不对 我觉得我前两个月才看到它的新闻 然后后头就每天会看到它的新闻 层出不穷 而且我觉得Uber现在已经不仅是 对这个出租车造成干扰了 你知道吗 对这个严重的这个私家车市场 也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改变 我们还买什么车呀 你还会买第二辆车吗 我不会了 对不对 我懒得开车的时候 我就要给打个电话或者干嘛 说不定小陈就来送我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已经 Uber已经不单单是对出租车了 我觉得什么宝马奔驰 它所有的敌人 它都是Uber了 对 Uber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Uber它的概念不只是出租车 Uber它的一个概念 基本上是分享 对 还有一个他们说Uber 可以叫飞机叫轮船 叫各种各种叫都可以 对 但是在这一点我也比较怀疑 你可靠吗 这一点我觉得在这个现在出租车行业 包括整个社会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不对 Uber就执行起来了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我最近才看过一个人在Uber上面po的 他去怎么样应征当作Uber的司机 对 然后他去做了Uber几天司机之后 他的评价是什么 那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Uber最大的特色是 事实上Uber的安全度反而比传统的出租车 司机的安全度还要高 为什么 因为你在Uber的系统上你可以知道你的司机 他的风频是什么 你现在叫普通的出租车 你随手一呼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司机是好是坏 你也不知道他的长相对不对 对 可是Uber你可以看得到你现在来接你的人 他的评价是什么 他过去有多少开Uber的经验 然后他可能长相都照片都给你看 他开什么车 所以反而他的信任感是比传统的出租车还要高 这个是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的 那第二个关键点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刚Uber的司机 这Uber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说 他不摁这些司机 他也不摁这些车 可是他变成全世界最大车好 这个就是一个虚拟经济 互联网经济的可能性 以前根本想都想不到的 我们用了挺多的篇幅来聊美国 现在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国内 我觉得在这个经济的浪潮中 什么小米 小米 什么阿里巴巴 也是特别特别的 让人不敢小觑 你知道吗 来做这些 您觉得他们的商业形式上 或者这种模式上有什么共同点呢 其实我可以说 就是说互联网产生出来的变化形实在太多了 你刚刚提到小米手机 我看过一篇有关介绍小米手机的文章 它的商业模式跟传统的一些手机制造商完全不一样 一般传统的制造商是说 我今天要生产一个好的手机 然后我要符合这个消费者需要 我推出来之后呢 我开始在市场上卖 可是小米手机的概念不是这样的 它是从社群起家的 它是一个社群一些手机的爱好者当中 它去测试说你们会喜欢怎么样的手机 那我这个手机设计出来你们没有兴趣 它建立这样的社群之后 它知道有市场需求之后 它再回过头来生产 那我想问一下小米手机的销量怎么样 它现在已经是中国好像是第二大还是第二大的 真有人 非常多 那我觉得诺基亚这是老牌的手机制造商 已经没有了 都被三星和苹果瓜分了 它还敢这时候还敢冲出来 所以我说它很特殊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Nokia或者Motorola 我们是早期听到现在已经几乎都已经消失了 那现在比较热门的就是三星跟Apple 可是三星跟Apple当中要注意一个特别的竞争对手就是小米 因为小米的四位模式跟它们不一样 只要四位模式不一样你在这个变化很快速的环境当中 你就有可能变成第一名 就是一个idea 对 下一期所以我们要继续请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重点聊聊在互联网这个大背景下 如何创业以及新的一些经济货币这种形态 谢谢 谢谢您的做客 谢谢 欢迎回来 这里是汉天卫视全新推出的财经生活类栏目 新乐派 我是欣欣 我是乐乐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讲的是互联网这二十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啊 给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及商业的结构和形态 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那么今天呢 我们同样请到了汉天卫视的特约评论员 著名的学者马可老师来做客 首先欢迎马可老师 欢迎马可老师 三天不见十分想念你啊 谢谢 请您就这一问题来发表一下您独到的见解 是 说到互联网生活二十年 那说到这个互联网的现状和发展 我们就来先来分享一点数据 在2015年的1月份 全球的用移动客户端的这个用户的设备 达到了七十一台 也几乎是人手一台设备 那么就说像这种现象 生计换代的现象呢 对一些互联网公司吧 对互联网企业都是有很大的冲击 西方的历史学家 把这个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界定为1500年 为什么界定的1500年呢 就是在这个前后有几件大事 一件大事就是15世纪中叶古腾跑印刷术的发明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1492年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再有一件事呢 就是在1517年 德国著名的马丁路德 他挑战罗马坟蒂港教廷 他引导了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的时代以来 正是因为出版的浪潮 图书馆 科技传播的这些技术手段 也加速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那么互联网呢 我认为就是说 在我们看看历史上的 这些技术革命带来的关键变化 那么互联网的最重要 对社会的最重要的两个作用 我认为第一 就是它颠覆和消解了权威 第二 它开启和激发了民智 大家上互联网 我觉得有五个功能 一个功能是表达 第二功能是分享 还有一个功能是参与 再有一个功能是体验 还有一个功能是探索 互联网是真正做到去中性化的 对吧 就是大家都可以创业 它门槛已经低了 就是越来越个性化 越来越这种人性化 比如说播客 你可能还有审查 对吧 这个播客还有编辑 博客编辑在那审查 可能半天也通不过 对吧 但是你在微博或者微信的时代 发个东西相对来讲 快捷一点 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在这种 就是去中性化的这么一个网络时代 就是人人可以参与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想的 就是知识的传播和分享更快了 你现在要查什么东西 对吧 你不用再查大英百块钱书了 你甚至也不用再查 现在汉语词典了 你查一个英文词 怎么翻译成中文 或者英语怎么发音 美语怎么发 英语怎么读 你上一下这个手机的词典就行了 对不对 什么都能查到了 对啊 什么都能做 简而言之吧 我觉得互联网在这20年的变化 就是说使人们的独立精神 独立人格 自由精神 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也就是说 网络时代 使我的生活我做主 好的 感谢马克老师的一个精彩点评 没错 这期节目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下期呢 我们将继续来点评啊 研究互联网的方方面面 着重是经济领域方面 我们将继续请马克老师来点评 我们也会邀请更加重量级的嘉宾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敬请各位的关注 朋友们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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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